15日张欣宇对冒充老公和结的社交平台账号进行打假引发热议 稍晚张欣宇晒出和妈妈的聊天记录 写道天地良心差点被妈妈叫醒 原来妈妈把打假看成了打假 张欣宇委屈地表示老妈一看错字了令人哭笑不得 15号中午张欣宇晒出某社交平台账号截图为老公和结打假 张欣宇配文进行统一回复 成网络上曝光的老公和结账号为冒充的好 随后张欣宇为老公打假就上了热搜 并且这件事还被张欣宇的妈妈给知道了 张欣宇妈妈质问张欣宇 看热搜你咋叫怎么回事给我回电话 张欣宇回复称没有啊妈妈怎么可能是你看错字了 张欣宇还在微博下留言称给我整郁闷了也被气笑了 委屈得很 网友看后也纷纷留言称笑死了哈哈妈妈好可爱呀 妈妈太关心你了一至于都看错字了 近日张欣宇在微博上周和结穿着灰色T恤 吃着东西的侧脸罩高调撒糖 张欣宇高调向老公表白 将和结设为偶像的她惨言 我失粉头真是太调皮了 网友看后纷纷留言称 和结的侧脸罩简直太绝了吧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颜值 好嘛 1 1 好